我得一些更为拿手的一些动作吧 是一个有天赋的选手 对,他在相互动作的感觉上面会非常 经常会有十分的表现 下面轮到的是曹元 北京的队员 也是在资格赛里面A组第一 在资格赛里面曹元跳了582 这种的曹元的起跳有一些不够充分 起跳也往后拉 但是入水处理得非常好 水滑很漂亮 声音也很漂亮 对,这是曹元的一个特点 对 身材比较修长 日水启发非常漂亮 曹元这一套拿到了满分 哇,非常好的一个开头 邹波刚刚的这一套也是接近满分 有四个十分 这四个十分呢 有两个是留下来作为有效分的 七个裁判他去掉两个最低分 去掉两个最高分 留下中间的三个分 对 这样第一轮之后 邹波跟曹元同样都是非常优异的表现 两人之间只差了1.6 其实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运动员在重要的比赛 尤其是重要的场次 他的这个状态特别兴奋 这是所有的项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当这个运动员特别注意力集中了以后 或者状态很兴奋了以后 包括什么灯光啊 观众啊 还有对手的表现 这些都会刺激他 更好的调动自己 但是呢 往往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会把这种刺激 导向一个比较良好的方向 但是呢 会有一些运动员 一旦刺激了这个兴奋了之后 就有市场的表现 这市场有可能是向上的 有可能是向下的 对 就是连轻运动员他要多经历这些比赛 特别是一些重大比赛 这样他才能够走向成熟 来看第二轮 墨西哥队的帕切科 第二条选择了臂力的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这个动作 到底推手的动作不是很充分 掉到台下去完成的 因为男选手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轻松 他还是完成的比较低 所以入水他有些过的 没有太多借到胳膊的力量 对 应该他是在技术上面有些问题 应该男选手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 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一般是女选手在跳到他们完成的 没错 男选手一般会比这再多转一周 对 来看克莱因的这一跳 难度很大 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暴息 对于这个动作呢 克莱因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了 对 打得还不错 非常成熟 非常的稠 打开稍微有些不够 起跳很充分 但是有些远 打开稍微控制了整个一些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是不够 但这个不够呢 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足 而做不到垂直 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判断上的这个失误啊 导致的这个角度出现了天长 对 94.35 看英国队的沃特菲尔德 这一跳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在前一轮之后呢 是排在第三位 这动作以后非常干净 虽然起跳拉得比较远 所以我们现在看英国队的沃特菲尔德 但是呢